董事長眼中的事件 孫達銘是說 可以帶我們配全世界嗎 這是一張大天鵝完美降落的照片 是在中國黃河天鵝湖拍的 清晨的時候在晨溪 打在黃河的水面上 看到大天鵝緩緩的下降 就像飛機一樣 它下降的時候 為了要增加浮力 雙翅完全展開 而且群翼向下展 能夠增加它的受風的能力 增加它本身的浮力 這樣可以緩緩下降 然後它的腳也下來 兩隻肥胖的天鵝長 貼在水面上 好像踩著滑板下來水面上 能夠有一個完美的降落 打在這個晨溪上面非常非常的漂亮 好像滿地煞著黃金的金光 歡迎和慶祝 就像我們平常任何項目在啟動的時候都是非常的困難 然後能夠完美的收尾 把這個項目完美的做好 心中無比的喜悅 能夠完全表現在這個上面 像飛機一個起飛風險大 降落風險更大 平常巡逸的時候 比較風平浪靜 沒有什麼風險 降落的時候變動力大 整個承受力 自己的浮力跟速度 還有要有撤風的那個阻抗的能力 要能夠平航種種 能夠完美的能夠降落 就跟我們任何項目的啟動 能夠很圓滿的照著預定的時間 預定的預算 和所有客戶所期待的標準 能夠超過他們的預期 能夠這樣子的圓滿的一個降落 和收尾完成一個好的項目 這大概是我們所有人都是夢寐於求 心中所追求的固定目標 所以在這個天鵝的相片裡面 看起來這麼大一隻的飛行雷 能夠這樣完美的降落 見起的水花 灑出一片的一片的靜光 然後就深深的表示 慶賀之一 倒在出一片的 acceptance 精采 乾燥 10.5個人 verts это 0.5個人 2人 老百人 3個人